我敢打赌 没人知道小多拉身上还有个关机线 故事还有从一个炎热的夏天说起 大雄家的邻居都去了国外避暑 但以为自己家的春天也要来了 可爸妈却说 虽然大雄只会翻来张口 可爸妈却是个懂球的 咱家不是还有过小多拉吗 但小多拉此时却中了只想躺平等死的毒 因为这货又忘了自己是个需要定期反常检修的地摊货 就算多拉没上门抓人 小多拉也想以照顾大雄不能离蓄位游谋混过关 可为了长远着想 大雄只能大一灭猫了 小多拉顿时头皮炸裂 在房间里跟多拉美开启了跑男模式 可多拉美是个霸气外露的妹子 一招泰山压顶 就让小多拉从头巴扶到了脚巴 而后拉动关机线 小多拉就算在当机前 还没忘了她那扣粮 而这段时间 则多拉美担任大雄的全能保姆 为了得到五星好评 她首先伺候自家少爷洗漱 可当大雄要提出旅游之事时 多拉美仿佛欲捕先知 竟掏出了自动购物袋 几乎下一秒 大雄被迫就出了门 这道具绝对比小多拉的二手道具还坑人 直到多拉美拿出自动烹饪机后 大雄才有机会 表明自家想去旅游的想法 可吃喝玩乐的道具 只有小多拉才有 于是多拉美亲自上手掏兜 拿出个自称航空旅行带的高端货 可大雄万万没想到 箱子一避开 自己就成了可以端上桌的兔肉 大雄胜怕这妹子再按下杀手 想要阻止 可这次多拉美一发入魂 拿出了任一门 听说一家人想找个静静的地方 于是真就带着他们去见了静静 语言真是个好东西 一点也经不起仔细推敲 听说大雄想体验高铁的感觉 于是 好家伙 直接把任一门当成了车门 然而就在乘客离开之时 一个蓝色的胖子 也被一桶打包带走了 知道小多拉不靠谱 没想到他的妹妹也很离谱 大雄一家只好降低标准 去山顶吹吹凉风也好 起了这一次 差点叫大雄一搏送走 经过9981难 终于来到了避暑圣地 大雄跟老爸钓鱼钓得正嗨 起了下一秒 鱼竟然飘在了空中 多拉美棒棒的 只用一招就打碎了 父子俩钓鱼的乐趣 与此同时 一辆驶向终点的列车上 竟发现了一头 手拿铜锣烧的蓝色狸猫 足足要两人才能抬动 常务员将他扔在了车站外面 殊不知小多拉脑袋太大 一个重心不稳就滚下了山坡 在山下遇到了二师兄 他无意间碰到了小多拉的尾巴 才让小多拉乍世还魂 而大雄一家在去取便当的途中 听到路人说 在附近看到了两条腿走路的蓝色狸猫 顿赶不妙的两人回家查看 才意识到小多拉被拐了 如果在深山迷了路 那不就得亲人两行累了吗 于是 多拉美带上气味探测鼻 追随着铜锣烧的味道 来到了一处悬崖 难不成这猫为了逃避体检 才自寻短见 然而此时 远处却飘来了白烟 两人掺阅比人高的草丛 终于发现了 还在冒烟的小多拉 原来 他早已与爸妈会合 正在这整烧烤呢 吃饱喝足后 多拉美拿出垃圾吸铁石 顺便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后山 做了个大扫除 接着 这人又在夜景中 观赏了野火虫的灯光秀 便决定结束今天的旅游 可就在这时 二手任意门竟然坏了 但作为高质量人工智能 这点困难 根本就不算困难 好家伙 不愧是头铁一足 体验了一日保姆的多拉美 有点上头 竟准备留下来 继续当个全能保姆 竟然有这么好的妹妹 小多拉为何还一脸嫌弃呢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在未来世界 是存在后悔要的 因为科学家发明了一款日历 能够让人在每年的最后一天 看到今年发生的后悔之事 并可以从中选择一件将其修正 这一切还要从大雄 在年末看到了一款新游戏说起 她本以为变身最乖宝宝 就可以两手一摊喜提押碎钱 可老妈只用一个死亡凝视 就一票否决了大雄白条的梦想 于是她摸着胸口 开始回忆到底是哪里惹到了女帝老妈 与穷鬼大雄不同 小多拉不仅去未来疯狂消费 还因为买的太多收到了一堆赠品 这其中就有一件堪比后悔要的神奇日历 只需指纹识别 就会在日历上显现出 今年一整年里所有的失败场面 作为高质量吃货 小多拉最后悔的当然是丢了口粮 那是一个铜锣烧打骨折的下午 觉得自己赚翻了的小多拉 捧着一包口粮 可就在她要变身干犯人之际 没想到一头小可爱 竟要在她头上拉屎 吓得她熬了一嗓子扔掉了口粮 于是 护士猫决定修正这一天 只见她敲响同钟 就将这一天登记在岸 而大雄也想用日历修正 惹老妈生气的那次失败 但独乐乐不如中乐乐 大雄决定送给朋友们美元一颗后悔药 听闻此话 胖虎二话不说进行了指纹识别 好家伙 一个月30天有20天都被老妈锤 可被锤只是人间日常 胖虎无法忘怀的还是运动会那天 接力赛中 学霸原本有着绝对领先优势 本以为实力派胖虎做最后一棒吻宁不输 其料在接棒的一瞬间 棒子进一个丝滑的脱手 将吻宁的第一变成了倒数第一 胖虎每每想起此事 都恨不得抓几人来发泄分明 于是她将此日登记在岸 而镜香的日历一看就是乖乖女 而她的失败也很简单 为了可以在独奏会上一名惊人 她选择了更难的曲目 可因为弹奏时发生了失误 让她现在弹琴色变 小夫的失败就更简单了 那原本是冬奥会的一天 雨生结弦完成了高空旋转四周半 可惜小夫的摄影技术简直离开 愣是把高清拍成了江湖 于是她将此日登记在岸 最终轮到了大雄 可大雄的日历连我这个变态看了都觉得变态 一年365天 就没有一天是圆满的 三天被狗咬 四天掉水沟这都只算日常 而大雄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找到惹老妈暴怒的那天 因为那天她打破了纪录 连续十次喜提零分试卷 气得老妈开启特效 就要把她变成午餐肉 为了弥补自己心中的空缺 众人决定为修正过去勤家练习 胖虎用萝卜代替接力棒 在公园苦练接力 而静香也将自己闭关 练习着弹错的曲目 小多拉更是手捧老鼠 练习自己的勇气 小夫也在拍了上百张照片后 成为了职业待拍 相比之下 大雄应该是最轻松的 因为只需提前备下考试答案 就能轻松满分 终于挨到一年中的最后一天 弥香进入了日历 因为她这些天已弹奏过上百叶 净意外达到了人情合一的境界 轻松改写了自己的历史 接着小夫进入日历 她直接将镜头堆到选手脸上 轻松拿下三张对脸特写 在之后轮到了胖虎 只见她一秒变装毫无剪辑痕迹 目前学霸依然稳战守卫 而胖虎也在这些天的集训下 稳稳地握住了接力棒 接着她一脚地板优 第一个冲过了终点 成功弥补了自己心中的失落 在之后轮到了小多拉 虽然她给自己洗脑不能害怕 可当小可爱前来拉屎时 她还是甩散了手中的口粮 但与上次不同 这次她化身杂技猫成功护住了口粮 最后就只剩下大雄了 只见考场上的她觉得脑中的思路无比清晰 于是就喜提了跟100分相差很多的三分 看得众人们都惊呆了 可当大雄回到家想喜提压岁钱时 老妈竟再次一票否决 原来老妈并不是因为生气 而是大雄在夏天看中了一辆玩具车 提前预知了明年的压岁钱吧 那么宝子们去年可有后悔之事吗 不要走开 夏集更精彩 大雄一家去神秘山村度假 却屡遭神秘黑衣人 不过大雄一家也算是个狠人 直接把神秘人做成了个大雪球 打包带回家 神秘人到底会是谁 大雄家附近搞施工搞得震天想 大雄两人不得不在家玩起了唇语 克兰胖子惨遭零分打脸 作为吃货的他 乐是把关于爸妈结婚纪念日的话题 听成了铜锣烧 真是企业级理解 大雄想送个礼物吧 还非让蓝胖子出 爸妈也不堪噪音之扰 老爸都卷盖铺躲进壁橱了 还是没法睡个好觉 老妈也快神经衰弱了 不过这道启发了大雄 带爸妈去一个安静的地方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多拉美带着一股把大雄撞扑街的镜头闪亮登场 多拉美是个实打实的胸口 蓝胖子却不懂得珍惜 不管妹妹说了什么都一概耍赖 全当没听见 不过要在东京找个风景好又安静的地方 确实有点难 差点把道具为难到爆炸 没想到还真就有这样的好去处 高一山里的村子 见大雄和多拉美去猜点 蓝胖子嘴上说着不管他们 身体却很诚实 屁颠屁颠的跟进了任意门 大雄一出门 活像个投回来北方的南方人一样欢托 多拉美拿出雪橇霜 大雄瞬间身轻如燕 三人走进村子 可这个村子一个人都没有 甚至安静的有点可怕 打头阵的大雄不趁一脚 把地板踩塌陷了进去 这里的确是年久失修 本来氛围就够诡异的了 多拉美一声尖叫 大雄二人直接扔下妹子撒腿就跑 蓝胖子这个哥哥不要也罢 只要稍微打扫一下 应该就能开party了 可三人没注意 背后就出现了一只怪手 多拉美和蓝胖子 把各种清洁用品搬了过去 大雄则是不好吃好喝的 一股脑抬走 他们甚至连电视机都不放过 三人不打 上房接瓦 老妈准备开启满级咆哮 却被小家伙们来了个surprise 众人来到村子 一听高一山 老爸就想起来了 这是个由于太过落后 所以人们都牵走了的费洛村庄 欣赏着一片祥和的美景 爸妈开始一唱一和的 哼起童腰来 大雄他们为制造二人世界 默默地离开了二楼 准备去煮泡面吃 可这炉灶过于原始 三个小家伙被熏得两眼一抹黑 连神秘人到窗前了都没发现 自顾自的 去叫爸妈一起打雪仗了 完全没注意到 电视上赫然出现了 登山失踪者的新闻 神秘人终于现出真身 可不就是电视上的金元先生吗 饿了七天的金元 一口气连吞了四五袋方便面 陆木只想说三个字 大叔好哑口 一家人是玩的欢天喜地 准备上前求助的金元 却又惨遭活埋 玩害的一家人 下手也算干净利落 硬是用这堆雪做了个雪仁 还有全自动拖车 拖回了自家院子里 金元好不容易 才从雪仁里刨出来 把路过的胖国小夫 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可胖虎觉得 只有小夫这种才大气粗的 才有福人的实力 但小夫也是个机灵鬼 压根就没理他 金元再其不能 方便面都被不明生物吃了 但也算是因祸得福 老妈有机会一展身手 做了一大堆好吃的 一家人围着地炉吃着饭 简直美滋滋 度过了快乐的一天 爸妈喝着茶 看着电视 一则新闻 令他们嘖嘖成奇 在高一山失踪的金元先生 竟然在东京的街道上 被发现了 如果真有这样 没人有诡异的村子 小伙伴们敢去吗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问君和不成板起 扶摇直上两千米 问妈能有几多愁 一关门外好几个钟头 只需要蓝胖子一个道具 人人都能把日子过成诗 大熊妈妈出门买菜忘带钥匙 和大熊蓝胖子一起被关在了门外 这不得去找无敌的开锁王 半路上蓝胖子灵光一闪 哎呀 我这脑子 怎么不还有神器吗 这件蓝胖子拿着一块电梯板 叫大熊也站上来 旋扭一条 二人原地起飞 到了二楼的高度 蓝胖子在这半空中 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 熊啾啾气昂昂的 向着空气走去 大熊眼看蓝胖子 就要一脚踩空 摔成废帽 想象到惨状都不敢看了 可蓝胖子居然像个没事人一样 在空中走来走去 原来 电梯板所在的高度 会形成透明地板 有了他 你就是地区上最大的地主 这等好事 大熊怎么可能忘了未来媳妇 批颠批颠 就往静香家去了 老妈呀 开锁呀什么的 早被泡到了九孝云外 讲完名 东林王的好孩子 大熊和蓝胖子 陆玉电工大哥 向他打了个招呼 反应过来的大哥 差点没把下巴吓掉 小福看到 他俩在空中走 以为自己也能秀 摆出我姓永红的姿势 一个信仰之乐 然后 变演真人版的谈谈谈 谈走于伟文 被谈进了自家池塘 来到静香家 大熊刚告诉他 空中有透明地板 静香二话不说 化身女汉子 开始翻蓝杆 蓝胖子赶紧阻止了他 且不说穿着裙子 会不会走光 没踩过地铁板的人 可能会直接摔下去 和静香挤在一起 乘地铁板 把大熊美得不要不要的 但大熊不是个重测轻友的人 看到公园里的胖虎 正在欺负安熊和春夫 大熊立马赶到 把他俩救了上来 把出版线给大叔的胖虎气炸了 爬上树 不仅没追上大熊 反倒在歪脖子树上 自挂东南枝 即使是在没有孩子王 存在的美好世界里 平时能平地摔的大熊 一样倒霉 打个球 直不愣的往电线杆上撞 还差点 砸坏别人阳台上的窗户 为了避免大家 主要是大熊 人才两空 蓝胖子再次升高了 电梯板的高度 胖虎和小夫在地上 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啊 大熊表示 看了感觉真可怜 大度地答应 让他俩也上来玩玩 升到80层 安熊的帽子 被直升机的气流带走 最后居然挂在了 约330米高的东京塔顶上 虽然比金刚还是差点 不过但凡有几粒花生米 也不会去比大猩猩 和一顶帽子的攀爬能力 趁大熊和蓝胖子 正在还帽子 胖虎和小夫偷偷把电梯板抢走了 一直穿云剑 胖虎小夫天上剑 两人捉迷藏玩得开心 全然没注意 电梯板已经随云而去了 蓝胖子说过 升的层数越高 气温就越低 胖虎和小夫动得直打哆嗦 打算回到大家那里去 退到处都找不到电梯板 小夫发出了绝望的哭喊声 不会吧 不会吧 他俩不会这辈子 都要当空中飞人了吧 这时 在下面等得不耐烦的蓝胖子 也感觉不对劲了 拿出遥控器一看 胖虎和小夫居然在2000多米高的地方 你们这是要飞出大气层啊 蓝胖子急忙大召唤术 叫回电梯板 上去找那两个做死的熊孩子 却只看见一块 南上加南的大冰块 时间到了傍晚 大家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去了 大熊和蓝胖子 飞在回家的小路上 遇到了下班的爸爸 邀请爸爸一起搭上电梯板 从空中进了二楼 回到了温暖的家 夜幕降临 迟迟等不到妈妈回家做饭的三人 饿得神志不清 谁都没有想起 一开始究竟是为什么拿出了电梯板 而可怜的妈妈在门口等到天黑 也没等来 本该去找开索师傅的大熊和蓝胖子 大熊蓝胖子爸爸在家里杀等 妈妈在门外杀等 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如果小伙伴们有机会乘坐这个电梯板 希望升到多高去看世界呢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我们下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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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